歡迎收看東橋聊一聊 這是我們推出的新單元啦 有點緊張 由於疫情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暫時都不能出國去玩 那我們決定花更多時間 跟大家培養感情囉 我們會在這個單元中 分享一些我們過去在東京生活 拍片的故事 或者是經營頻道的心得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會順便分享一些 東京或者是日本的新資訊 總之就是一個 不旅遊也能看的節目啦 然後會以這種 我們兩個視訊錄影的方式來進行 希望大家會喜歡啦 好 那我們今天有安排一些聊天的主題 首先第一題呢 就是要分享我們兩個人 是怎麼樣認識的故事啦 那由我這邊先開始 好 我這一個故事呢還蠻簡單的 我們兩個是在公司認識的 就是同事嘛 那我剛來到公司的前幾天 跟我同部門的一個同事 然後現在也是我們的 好朋友的Jennifer 就跟我說 其實在這邊有一個也是同樣部門的 然後也是台灣人叫做Bob 他說可以介紹給我認識 然後我印象中應該就那當下 我們應該就直接一起走去Bob的位置 附近之類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辦公室的位置 不遠啦 然後我們應該就這樣自然而然認識聊天 我的部分就其實跟韋恩差不多 就是Jennifer跟我講說 好像有一個台灣人 然後台灣男生在不同的庭這樣子 帶他來跟我認識一下這樣子 到現在的故事都跟韋恩講的差不多 但接下來的故事呢就是 我跟韋恩主動提出了邀約這樣子 就稍微搭訕他一下 就這男人好像還不錯 好像還蠻帥的是不是 對對對 可以拿來幹嘛一下我不知道這樣子 對對對 那時候心中就覺得說 你這個 反正就是想先把這個男人拿下來這樣子 然後就先 嗯? 我就邀約他說 欸你有沒有吃過針線以外的東京的壽司 這樣 欸針線不是東京啦 欸你有沒有吃過東京的壽司 我帶你去吃一家這樣子 就帶韋恩去那家在東京車站旁邊的花碗壽司這樣子 我們大概拍了一個多小時 拍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點 然後我記得韋恩你對壽司的印象還不錯 對不對 你說那一家嗎 對啊第一次吃我覺得還蠻不錯 然後我有一個印象就是 就是你好像狂點一堆鐵火箭 對對對 因為我超愛吃飯的 對你每次都會點這樣子 嗯嗯嗯嗯嗯 然後就覺得這個男人我已經征服他的胃了 那接下來要征服他的什麼呢 征服他的情感面 好像越講越怪 越講越怪 第一集就已經變成BL展開 對對對沒有 因為最近我在學一些兩性的東西 所以就很很就是 喜歡看一些這種有的沒有的 然後接下來我就帶韋恩 那時候好像剛好是聖誕節附近嘛 嗯 對對對 然後我就帶韋恩 做大江戶線到矽流車站 嗯嗯嗯 我就去看那個矽流車站那邊的 那邊的非常漂亮的燈飾 illumination這樣子 然後剛好就覺得 欸就是就是好像還蠻 romantic 那應該這個可以順利的變成朋友這樣 然後以後可能可以變得潛在的 呃 某某粉絲團的夥伴這樣子 對對對 當時還不是東橋 還沒誕生 對對對 對對對 會在差不多將近十一個月後 也就是十一 隔年的十一月 東橋才會誕生這樣 對 所以我們在東一走橋的前十一個月 就就認識了 沒錯沒錯 嗯嗯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來聊聊對彼此的第一 或者是第二印象 是怎麼樣 好 對 那我先講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就是我剛開始看到Bob 就覺得他是一個蠻 很老實誠懇的人 對 那主要是看外表跟談吐吧 因為大家應該也感受得到就是 他一講話你就覺得 喔這個人應該是一個好人 一下就被發好人塔就是 對對對 然後認識久一點之後就開始知道他很糟糕 有沒有沒有沒有 就這邊稍微s一下這樣對不對 其實他的他的個性跟第一印象 真的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真的就是一個很老實 然後很誠懇的好人 但除此之外我們後來就開始一起做東橋嘛 對然後我就知道了更多他的個性 那其中我覺得最令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他非常的勤勞 對因為從我認識他開始 他就一直想要經營一個自己的副業 對而且他當時就已經有在經營另外一個粉絲團了嘛 而且在這之前其實他就已經有做過 算youtuber然後還有開自己的頻道啊 交剪接等等 反正他就是會一直想要做自己 除了可能原本工作以外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他是一個超級不怕走路 有體力上面很好的人 因為我是很懶嘛 而且你在台灣生活久了 就是每天基本上都騎車 不然就搭捷運 而且台灣我覺得台北其實沒有那麼友善 走路友善 然後再來就是就算去外面拍片到很晚 他也一定會當天就要分檔 對我們這邊講的分檔就是把拍完的影像 然後丟到電腦上面 然後分可能以時間或種類來分順序等等 然後再直接上傳到雲端這樣 對以上這幾個是他讓我印象很深刻勤勞的點 通常都是我就是每次回到飯店唯一做的事情 就是一回到飯店就開始分檔分檔 就比方說12點拍我就分到凌晨3點 我就是一定要今天分完就對了 對是一個他很威猛的執著 因為如果假設今天這個頻道是我在經營的話 那檔案可能就會回去一直到要剪接的時候 我就會拿出來看我開始 然後可能就會想說我那天也有講這句話 或是想說這當天吃的感覺是什麼 可能就會分起來就會慢很多 對對對 那我對我的印象其實也是蠻多 我覺得最重要的印象當然就是 他是一個我能夠信得過的人 先不講說他多聰明就是多會 多有想法或多有創意 但我覺得能不能信得過 我覺得就是當朋友的第一個 最重要的標準這樣子 所以他是一個值得信得過的人 那如果是他的另外一個個性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創意的人 就是每次都有鬼點子丟出來這樣 所以我有時候可能會比較畫地自現 在做什麼主題可以做什麼主題都不可以做 但是我也總是一個把主題能夠去拉 跳脫框架的一個人 所以跟他合作我覺得會激發出很多的火花 那剛剛有講到就是我比較可能勤勞 那我也可能比較稍比較懶惰 我就是懶惰 我就是懶惰 我樂意承認 對對對 那我覺得懶惰也不是壞事 懶惰有時候可以就是把事情 用更快更好的效率去解決 我覺得這也並不是壞事這樣 那我覺得另外一件事情我覺得就是 我一直以來都是當其案子最下游 所以我其實不太能夠了解就是 客戶他的想法跟思考模式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維恩他跟我互補的一個很大的地方 就是他會把我拉回現實 比方說可能看到客戶斜封一秒好像覺得說 這案子好像有成了又成了 但是其實跟維恩講一下 他說沒有這只是業務的一些講法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跟維恩個性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就是因為這樣子合作起來 我覺得才有很有趣的火花產生 對啊 然後我再補充一下 就除了剛剛講說勤勞的部分之外 其實我覺得他也是一個蠻有條理的人 然後我覺得這點主要有一部分應該跟他做 那個工作內容是operation有關 就很講究一些工作流程啊效率等等 像剛剛講到的分檔嘛 他就拍過的影片都要整理的非常清楚 就不看他是分類的方法是什麼 有時候是照時間 有時候是照種類 然後會去crossover的放 對然後拍片的主題 他也都會企劃的很有條理啦 然後其中最厲害的我最佩服 然後永遠學不來就是行程規劃 然後這邊行程規劃不只是旅遊 因為一般人可能規劃是旅遊行程 但是我們在規劃行程的時候 還必須要把拍攝這件事情也要放進去 對所以他可能在想景點 然後在想餐廳的時候都要去 然後甚至交通路線 因為有時候我們企劃是走路 有時候企劃是做某一條交通路線等等 然後這些全部都要放進去考量之後 然後用最高的可能效率或最順的方式 然後去把行程拍完 因為有時候你們在影片中看到我們是 一二三四五六 可是其實我們拍的順序可能是 三六五一四二這樣子 對因為可能考慮到 這裡要早一點去才不會關店 然後或者是這邊適合晚上去什麼的 對對對 所以你們有時候看到的東西 都是我們精心規劃之後出來拍的結果 對對對 而且最後一點就是我覺得 他是一個很有熱情的人 他對於自己喜歡的事情 就會投入百分之百的精力 然後很重要一點是他會很認真規劃 讓這件事情可以真的被達成 而不只是一個想法 因為像我可能就是那種超多想法 然後可能過了一年還是這些想法 但是他就是非常down to earth 就一定會想盡辦法去把目標達成這樣 他有看到鮑漫王嗎 鮑漫王是我跟文都還蠻喜歡那一部作品 那裡面的角色其實是兩個互補 都各有才能的人 所以才可以激發出就是創作靈感 然後互相去結長不斷 我覺得這應該就是東英走橋的最大的特色吧 其實我覺得剛剛這樣講 其實真的蠻害羞 因為好像我們認識四年多以來 從來沒有在對方就是one on one的這種 這種狀況下就是額樂對方 其實真的有越聽越害羞這樣子 但我覺得透過視訊會比較不尷尬 因為就有一種覺得這個空間只有我 所以不會覺得我正在跟你稱讚你這樣 喔 也來不及也來不及 也是啦也是啦 如果面對面的話應該一下就可能尷尬了 超尷尬 真的超尷尬 你就去上廁所 而且你就想說我還要看著你的眼睛這樣講話 所以你現在是沒有看著我的眼睛嗎 算有可是因為你是一個小小小小的圖案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沒差 好啦好啦很害羞害羞 但是也好啦就是 對啊我們已經兩年沒見了 快耶真的快了 幾乎是差不多了 對啊我最後一次去 我不知道12月還是2月 對對對 哇 我好像東小成立的一半的時間 基本上都是遠距離 就是除了當然就是你那個 疫情的原因 然後你2018年不就搬回台灣了嗎 對啊 所以2017年東小成立 所以東小成立的一年之後 其實我們就開始遠距離到2021年 其實是蠻誇張 其實蠻誇張 有哪一個YouTuber是 是想這樣子的話 他們還沒還沒看過 對啊 我覺得也是因為彼此對彼此 都有一種信賴跟責任感吧 所以才不然早就拆夥 或是只剩下 因為只有你在東京可能就說 那我接下來可能沒辦法 就讓你自己去做 對啊 我覺得蠻有 蠻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跟偉恩 雖然是以朋友認識 但是我們在同一個工作場合 然後我們應該過幾個月 就開始一起經營頻道 所以多數的時間 其實我們都是一起工作 所以我覺得 或許是因為這樣子 才能夠更接納 我覺得應該不能說是更接納 應該是說 我們更會把事情講得很清楚 因為如果我今天跟你是朋友 有好幾年 那可能 比方說我對你不滿的地方 你對我不滿的地方 可能就沒辦法好好的講清楚 那我覺得 因為是 同事而變成朋友的關係 我覺得 更容易把事情講得很開很直 然後讓這個頻道才可以 長長久久的經營下去 嗯 好 OK 然後我們第三題 要來聊一下 疫情發生以來之後的分工合作這樣 然後我先講一下我這邊 那因為我在台灣嘛 沒有辦法去日本拍東西 所以 然後 Bob的話 因為他平常日都要上班 所以我這邊就會比較主要負責 跟客戶的信件往來啊 然後還有就是 每天的臉書的貼文的內容等等的 然後我們兩個共同的話 大概都會剪一部影片 那 我的話會剪一部影片 放在星期五的時候 先讓你講分工好了 簡單的分工來說 就是客戶的案子來的時候 當然是在日本嘛 所以我在日本做客戶案子的拍攝 然後以及 禮拜三的影片 還有禮拜二的 波文跟其他小片 大片的取材這樣子 嗯嗯嗯 對啊主要拍攝 拍攝的話都只能靠 對拍攝 靠它了 嗯 然後 接下來我們各自講一下 就是這段期間可能有一點 應該說為了為了繼續經營下去 有做了哪些可能嘗試或心情吧 對啊 然後在台灣這邊 其實主要最痛苦的當然就是 沒辦法過去 所以我其實在拍攝上 不能做任何事情 對然後 但是那時候我就想說 呃 不然的話我就在這邊 還是盡量做做看 能不能拍什麼 所以之前 有嘗試過那個嘛 煮飯的系列 想說來煮一些 日本料理 給大家看 對然後 然後我大概一直拍了好像三部吧 後來就沒有在拍 主要還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以當時相對來講 我覺得流量不知道那麼好啦 對 有可能 大家沒有到哪有興趣 那另外一個的話 是我原本要去拍 台灣這邊的一些日本料理 日本的餐廳 然後分享給大家 然後而且 其實我原本是打算 一邊收集台灣的餐廳 然後一邊把它融入 呃 我們之前其實有要做台日大對決嘛 對就可能台灣我去拍五個牛肉麵 然後對 VS日本的五家拉麵這樣 對然後但是很尷尬 就是我為此還買了一台新的相機 然後我結果我拿一拿到相機的過 大概一到兩天 然後就就好像就什麼三級 還是二級之類的對 然後就沒有辦法再出門吃飯 所以就一直到現在 現在已經九月了 對啊 對啊 其實是一個 呃 台灣首例YouTuber 沒有拍影片的YouTuber 對 其實基本上是剪接師啦 對剪接師 對 呃我的方面就是 呃日本 緊急賽宣演還蠻早的 大概去年四四 三四月的時候就開始 那當然那時候在家裡是很痛苦 不知道該該怎麼辦 就是一直剪舊的影片 那覺得未來比較沒有什麼 目標這樣 然後直到 呃五月的時候 應該是五月多的時候 緊急賽宣演開始結束 呃就已經結束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生活變比較穩定一點點 我就想說那 我是不是要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就帶著我的 iPhone的 iPhone 11 Pro Max 到一家拉麵店 就是拍攝我吃東西 跟一些拉麵的空景 我就發現說就是我當初太拘泥於 影片的品質要很好 要謹慎 然後我要寫稿等等的 那 而措施很多 小小的拍攝機會 等人開始用手機拍攝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人生找到一個新的 新的目標了 我拍攝更容易 更簡單 所以我後來基本上 就帶著手機去拍的東西 有非常非常多的餐廳 其實很多餐廳都還沒有在影片中出現過 那後來也是帶著這個手機 闖遍大江南北吧 就現在雖然日本的旅遊也是蠻 蠻限制蠻多 但是當初去年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就日本旅遊還蠻開放 那我就在那段時間 去了很多地方 拍攝很多景色這樣子 所以這應該就是疫情 這快兩年以來 我所做的改變 對啊 好那今天以上的內容 就是我們今天分享的 一些閒聊的主題啦 不知道大家感覺怎麼樣 然後最後的話 我們這邊也請Bob 收集了一些東京的新玩意兒 來呼應我們以前的東京熱訊息 然後分享給大家 歡迎收看東京熱訊息 對 那我今天買這兩個 是7M新推出的甜點 那這一個是地瓜的泡芙 然後這是地瓜的Puffet 什麼聖代嘛 百慧 應該是百慧 百慧 那它是沒有冰型的 那我就來吃吃看 大家也沒辦法買到 所以我只能幫大家吃而已 那我就先吃吃看這個泡芙 好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會有這麼多地瓜產品 是因為日本的秋 是秋天嘛 秋天 秋天就象徵性的 某一個食物是地瓜這樣 來 吃吃看這個 你看這個 非常非常的juicy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地瓜味道 我覺得還蠻濃的 OK 跟一般的泡芙吃起來口感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加了那個 地瓜的味道 感覺層次又再提升一點 嗯 你吃這個讓我想到我們 以前東京熱訊息有拍過一個 Punihope 對對對 有點像 但是那是全家的 對 它也是一個軟軟的 類似不知道泡芙還是麻糬的東西嘛 嗯 對然後也是咬下去裡面的線會跑出來這樣 對啊 台灣有這種型的泡芙嗎 有 有 OK 好那我再試試看這個 百匯 然後它這上面啊 像這個 一大塊地瓜這樣 還有一些些黑芝麻在上面 OKOK 它吃起來不會太甜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好像我記得有蘋果吧 所以這是一大 嗯 一大塊蘋果 喔 對 一大塊蘋果 吃吃看 嗯 它也是地瓜 地瓜嗎 OK 百匯的特色就是它是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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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疊起來 這樣 它應該是法國的甜點 嗯 對 嗯 吃起來我覺得還 還可以啊 可能我因為 吃太多百名店的甜點了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吃起來 口感並不是很 很多元 層次不是很分明啊 嗯 對對對 所以但是呢 但是是便利商店你要怎樣 你要200塊然後又要層次分明這樣 對 蘋果在下面 蘋果在下面 這樣 然後結果一次又是地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不是吃蘋果 好像好吃不好吃 你們都吃不到啦 都是我在吃啊 我們只能看你吃 看你的眼影 對不對 吃播啊吃播對不對 啊 以上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東橋聊一聊的第一集了啦 那 希望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樣的內容 然後 之後我們再嘗試多分享一些 不同的心得啊 或者是故事 還有以及最新的資訊等等 嗯 反正我覺得喜歡不喜歡 我們都是要做下去啦 因為 讓大家多了解我們一點 我覺得東橋做了這三年多 大家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是 我們是誰這樣子 我們第一 嗯 可能因為我們的那個吧 東橋 東橋Vlog 一年 嘗試了一年後就沒有在拍了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還是非常非常小的 小的媒體啊 所以可能有人 連我們的名字都還念不出來 我記得有人叫我們 韋博還這樣 對對 韋博 韋博 韋博你是韋博嗎 結果我不知道不是包博 沒有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個 嗯 不知道是ETtoday還是哪一家 對 然後分享我們的影片嘛 嗯 然後就說什麼東京地鐵 他教你怎麼搭這樣 哦 對 對 就是已經變成路人 只是有他這個 對對對 這個詞 也不知道他是誰這樣 對他是誰對不對 他很厲害這樣 他住日本對不對 好啦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了 我們大家下集見囉 掰掰 OK 掰掰 是